國雄林務的民眾在公共政策北台的提案人數 希望市府可以達到一個溫路線 已經達到人數的條件 市府是會營 年底調開 漏萬幾個會議 會跟民眾訴求勞理康隆 今天路民眾大部分都是開車 還是騎車 國雄林務的林口所到今年一月 已經有九萬七千幾人 比起五年前增加賣一時 加上林務有工業區 交通訴求也都在出現 有機民以為設施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 希望市府搭著林務這份路網 車流量蠻多的 我覺得如果蓋捷運的話 可以減少這些車流量 公共交通工具沒有那麼多 所以到市區只有公車 那還蠻不方便的 非常下班市長的公車站空空空 公車要等很久 讓機民感覺不方便 當地人認為這份方便 也讓通勤更安全 連署到這個月設施就超過一千五百人 在評估的過程當中 我也建議可以以人武地區的民眾的角度去評估 如果是原來的路線 他必須要靠什麼樣的接國方式 還是必須要一個新的路線 才可以滿足他們的 人武地區的捷運的需求 其實還有市府一百零四年的路網幾月 就有幾月兩條線經過任務 但連署發起人任意 其中的南馬客戶跟下線 沒辦法接網線 而且是萬機路網跟等很久 這有機會會將機民的需求 將他來考慮 預定在113年 就是今年年底化 會完成新的整體路網規劃的部分 當然我來講 也會把人武服務人武地區的這個捷運路網 按摩到整體路網裡面去做一個規劃 就這今年因為勤退生意 營食阿米仔上加市 一月到二月運動成長很多 勤退均時連續兩個月運動破百萬 就向這幾年大型建設不斷 這有叫標示 漏漏的幾月每十年會調整一次 年代會克魯現在的市場幾月 人口到交通上訴求中心調整 記者黨洪運臨家管轄向報道